今天我们来讲为什么日本要侵略中国 他怎么敢侵略中国呢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日本人只买日本的国货 日本人只开日本的汽车 美国的汽车日本不买 德国的汽车够发达吧 日本的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奔驰宝马 在日本开奔驰的都是日本黑社会 日本的老百姓日本的国民 他们都买国产的东西 不管好也不好能用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们的经济是内循环 除了日本黑社会买奔驰 其他的老百姓如果买国外的汽车 那是件丢脸的事 跟黑社会差不多 我们中国很多老百姓很多中国人 买了日本的汽车 买了日本的电子产品 支持了日本军国的发展 日本这次在美国试射的超音速导弹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他们这些钱哪来的 大部分都是那些买日本汽车 买日本电子元件 买日本五金产品的人 给日本捐的 给日本做的贡献 然后日本再换成子弹换成枪炮 来消灭那些曾经买过他日货的人 我们有很多中国人 无形中给了日本很多钱 让日本买了子弹 射向自己 举例 假如中日海战 那应该是国仇家政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当时的中国人不长记性 很快就中日友好 中日正常的贸易往来 日本的洋火洋姐洋丁洋船 销售到中国的上海 中国的江苏 中国的辽宁 中国的山东 从而销售到中国的瑞地 你要知道中国人多啊 举例 假如中日海战是1894年 六年之后 1900年 日本的全国的总人数 只有4300多万 而当时中国的总人口 是4亿人 叫4万万同胞 我们的人口是他的十倍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是十个人 他们是一个人 如果平均每人身上有两块钱 我们十个人中 只要有五个人 花一块钱买他的东西 他一个人身上就有了五块钱 平均下来 他就是最富有的人了 从1900年到1931年 30年前 你想一下 中国人买了多少日本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的尊严很重要 比如现在我们14亿人 他1.2亿人 我们又是他十多倍 打个比方 他现在是一个人 我们是14个人 他再怎么买我们的东西 平均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两块钱 他只有两块钱 他再买我们的东西 我们14个人也不可能变得富翁 但是我们14个人中 只要有一半的 七个人买他的东西 一个人买他一块钱 他就有七块钱 他就成了最富有的人 要想让日本人变穷 只要五年的时间 不用一枪一炮 日本就会沦为三流的国家 和菲律宾 马来西亚差不多 因为菲律宾人口 也是1.1亿人 请问我们中国人 我们老百姓 有买马来西亚的汽车吗 没有 有买马来西亚的建制产品吗 没有 加务海战之后 到1937年 渤海湾江浙富到广东 1900年到1937年 37年 多少人买了日本的产品 给日本送了钱 日本再换成大炮子弹来打他们 而遭殃最严重的 也正是渤海湾 江苏浙江上海广东 1932年128大屠杀 日本在上海 一次就屠杀了 一万两千多上海人 血流成河 1937年上海金山卫大屠杀 日本一次性就把上海人 屠杀了一万一千多人 那些一次次屠杀 几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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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不计其数 所以很多上海人 以为自己是上海人 实际上很多的上海人 都是从浙江的 林波 渝瑶 向山一带 牵过去的 日本对旅顺进行大屠杀 一次性把两万旅顺人 屠杀干净 1928年济南大屠杀 五千济南百姓 瞬间被他们屠杀干净 1932年 辽宁 虎顺 平顶山 三千多平顶山百姓 被日军残忍地杀害 日本人的手段很残忍 在我国各地实行三光政策 中国人跟日本有不共带天子仇 其中最恨日本人的 应该是江苏人啊 1937年12月 日本人对江苏人进行了 长达40多天的 枪杀活埋 机枪赏射 放火焚烧 举行杀人比赛 40多天 30多万江苏南京人 被日本鬼子屠杀了 血流成河 尸痕遍野 如果我是江苏人 如果我在江苏开餐馆 我保证日本人来没饭吃 我不在江苏 我到今天也不买日货 我干嘛要让他赚我的钱 然后把我的钱变成子弹来打碗 你看韩国 他绝大部分人不买日货 不买日本的汽车 他也知道他的现代 不如他疯田 但他就不买他的 德国人没有侵略过韩国 所以韩国人买德国的汽车 绝不买日本的汽车 尽管这么近 第三个原因就是 日本寻找美国做帮手 1931年到1939年 日本85%的石油 来自于美国 日本那些站出摩托车 在中国的土地上 横行霸道 日本本身又没有油 油哪里来 那当然是来自美国了 1931年到1937年 日本的钢铁 84%来自于美国 美国转发了 1931年到1938年 日本从美国进口大量的飞机 光是1938年一年 美国出口给日本的飞机 价值1745万美元 前一年的1937年 日本从美国进口的飞机 248万美元 1939年到1940年 仅仅两年时间 日本从美国购买了 有色金属 4.9亿日元 1937年 日本从美国进口了 1.5亿多日元的机床 1937年 日本从美国进口了 48.5%的美国发动机 1937年 日本从美国进口了 59.7%的汽车零部件 还有棉花 布皮 粮食等等 不计其数 美国赚到盆满勃满 富的流油 而这些都是 日本从中国掠夺资源 掠夺矿产 掠夺真金白银 无形之中 美国和日本 一前一后 共同侵略中国 作为普通老百姓 国家军火 我们帮不上忙 国家军事发展 我们帮不上忙 国家高科技 我们不懂 但我们只要做一样 每个人坚持 10年不买他日本的东西 不去日本旅游 日本就要翘翘 他的经济马 直接掉到 三四流国家的行列 他地里又没有资源 他很快就要去买吃的 他很快就要去做池山空 沦落到 百姓流利失所 我管不住别人 难道我还管不住我自己